線上的朋友,大家早安 首先我要向上禮拜三 在花蓮地震當中遇難的民眾 表達內心的哀悼 並且慰問他們的家人 也祝福受傷的人 能夠早日康復 我也要感謝中央地方 各級政府的公務同仁 還有錦玉霄救難隊志工團 第一時間就趕赴現場 不眠不休投入救災的工作 令人非常欽佩 我也希望後續的救災工作 能夠順利重建能夠成功 我也相信 只要我們團結全力以赴 我們一定可以克服種種的難關 在今年的1月13號 要感謝全體國人 用手中神聖的選票 開啟了台灣民主的心意 也向國際社會傳達 台灣堅定地捍衛 民主 自由 人權 生活的決心 我跟美琴非常榮幸 能夠得到人民的托付 這一段時間為了要無縫接軌 讓國家能夠繼續前進 我們進行一連串的交接工作 但是我們也很清楚 在全球化全面性的競爭當中 台灣要能夠占有一席之地 光靠傳承 恐有不足 我們必須要建立一支 具有積極行動 也有創新思維的團隊 這樣才能夠 因應來自國內外的各項挑戰 化挑戰為機會 推動國家繼續前進 因此 今天我很高興 跟國人報告 周榮泰先生已經接受我的邀請 擔任新政府的行政院院長 我和榮泰是好戰友 過去我們是立法院的同事 在行政院我擔任院長 他擔任秘書長 更難得的是我們兩個 是民主進步黨前後任的黨主席 我們一起為共同的 價值跟理想奔戰 彼此資源 互相信賴 在這一個政治情勢當中 周榮泰擔任行政院院長 可以發揮幾項功能 第一 他長於溝通 善於協調 他能夠在複雜的問題當中 超越個人或政黨的分歧 迅速地找出方向 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場 凝聚共識 提出對策 提出對策 解決問題 第二個 左榮泰可以完全掌握 來自中央跟地方議會跟行政的各項議題 他擔任過兩屆的市議員 兩屆的立法委員 他習意於傾聽民意 他也知道議會的議事運作 他也曾經擔任過 他也曾經擔任過總統府 副秘書長 兩度出任行政院秘書長 選手國政 第三 他完全清楚 國家未來的方向 他是這一場總統大選當中 擔任競選總督黨 他也參與國家希望工程的研討 左榮泰擔任行政院院長 可以迅速地率領團隊 落實國家希望工程 推動國家繼續前進 但是我們也很清楚 這是一個全新的局面 未來必然有一連串的問題 尚在克服 因此在這裡我也期勉榮泰 所籌組的內閣 首先要能夠秉持 行動 和創新的精神 能夠形成 行動 能夠創新AI內閣 Active and Innovative Cabinet AI行動內閣 能夠聽取民意 解決民謀 回應人民的期待 第二點 第二點 針對國家社會 有意 而且朝野有共識的議題 應該要優先解決 對社會國家沒有益處 又分歸 又分齊的議題 應該要先割製 至於重大議題 尚未取得共識的 應該要建立平台 擴大參與 擴大參與 廣正民意 追求社會最大的共識 第三點 也其免 其免新的內閣 能夠積極有效地落實 國家希望工程 特別是跟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 經濟發展 弱勢照顧 還有 治安 食安 道安 公安 校安 居住安全 以及網路安全 等等安全的工作 當然 04 03的 後續的重新工作 也希望能夠如期 如止完工 將受到地震影響的民眾 生活的影響 能夠降到最低 我也要利用 這個難得的機會 感謝蔡英文總統 陳建仁院長率領的團隊 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讓新的團隊 可以在這一個基礎上面 繼續前進 過去我和榮泰 都是行政團隊的議員 今天 我們將在不同的崗位上 扛起國家 新一個時代的責任 持續壯大台灣 敬請 國人鼎立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未來的賴總統 要請您先回座 接下來 立刻我們也邀請 熱騰騰的卓院長 為大家來進行書名 如何承擔重任 未來規劃 還有剛才所宣示 這個AI行動創新內閣 又會是什麼樣的內閣呢 賴總統當選人 網路收看直播的國人同胞 在場的媒體先進 同樣的我也要先向4月3號花蓮震災不幸罹難的民眾及其家屬 表達內心最誠摯的慰問 也要向蔡英文總統陳建仁院長 親臨坐鎮指揮 率領各相關部會的首長 以及全國各縣市警銷特殊隊員 醫護人員 民間團體的志工 跟社會各界的熱心捐獻 表達最高的敬意跟感謝 因為有你們 人民會覺得更安心 世界看到台灣的團結跟韌性 這就是為什麼政府的腳步不能停 面對新的變局 以及未來災後重建的工作 執政團隊 新的執政團隊 也必須要穩健的接棒 今天我很榮幸 我接受賴總統當選人的邀請 我當全力以赴 擔負及籌組 未來新內閣團隊的工作 剛剛總統當選人 對我有許多的意美之詞 實在不敢當 但從當中 我清楚地看到了 他對我有一個要求 三個期許 跟交付了三項的任務 第一個要求是 我們要發揮積極行動 跟創新思維 打造一支行動創新的團隊 在三個期許當中 第一個 他要我們重溝通 多協調 以公共利益的角度 找出社會的最大公約數 第二 他要我們能夠掌握 從地方到中央 從立法到行政 以及民間社會的各項議題 解決民眾最迫切的需求 第三 他要我們能夠了解 國政施政藍土 建設國家 把握這樣的機會 他希望 他也知道我們會 馬上地就定位 帶領團隊繼續前進 在他交付的三個任務當中 第一個 他很清楚地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 發揮積極行動 跟創意思維的 行動創新 AI內閣 所以我們的行動 會站在 面對問題的第一線 站在 提出解放的第一線 也站在 處理正義的第一線 我們的創意 會來自更多民間 專業人士的加入 提供更多新的 智慧科技知識 我要將它導入到 政府的機關 跟公共領域當中 我們會用 科技創新 服務創新 以及數位創新 提高政府的能量 提高政府的效能 把台灣打造成 一個真正的智慧科技島 這第二個任務 他指揚我們 未來 面對 民眾所迫切需要 但是還沒有形成 社會共識的重大議題 要建立溝通平台 廣納民意 擴大民眾的參與 這一點 非常地 讓我們覺得 這就是未來 找到解決 困難問題的最佳解方 第三個任務 我們會以 國家希望工程為藍圖 建設國家 打造健康台灣 達成健康台灣的 施政總體目標 所以我們會持續地 推動多元跟平權的價值 尤其對年輕人 最在意的居住正義 就學就業 育兒照顧等等 會擴大社會的投資 協助 規劃跟執行 全面的照護 更具體地講 我們會堅持 繼續地打擊 黑金槍賭炸 這五項 同時也會對 剛剛總統當選人的提出 治安 食安 道安 公安 校安 居安 以及網路 自通安全 這七項 列為重要的安全工作 落實 五打七安的政策 讓台灣真正能夠成為一個 安定 公益的社會 520 新總統就任的時間 越來越近 所以我已經 啟動 也開始 徵詢未來 內閣團隊 閣員的工作 我會在 最近的時間內 就階段定期 來向國人同胞 提出報告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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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行動 創新的AI內閣 一樣秉持過去 民主大聯盟的精神 用人為才 不分黨派 而且要積極地培育 年輕的世代 非常希望 行動 創新AI內閣 能得到國人同胞的 認同 跟支持 我也會要求 所有的內閣團隊成員 對自己的業務 自己的政策 要充滿信心 對於國人的需求 對於國會的監督 要誠懇 積極地溝通 要用誠實面對問題 務實提出方法 踏實解決困難的態度 用心於所有的 施政領域當中 面對各種 國內外重大的挑戰 要無所恐懼 但是要非常的謙虛 這個是我對他的要求 所以未來 信心 誠懇 用心 這個就是 希望全體內閣團隊成員 共同自我的勉勵 最近有一部台劇 《華麗計程車行》 它講述在千禧年前後 劇中人面對的921大地震 以及SARS疫情的衝擊 那種不屈不饒 克服困難的精神 其中有一句話 特別讓我感受很深 車子往前跑 就能解決任何的困難 同樣的我認為國家治理也是一樣 只要我們胸懷著熱愛土地的心 堅定站在正確對的路上 人民就會跟我們站在一起 國家前進的列車也會勇往向前 各位全體國人同胞 這個時候是我們開始工作的時候了 新的團隊新的行政團隊也需要新的國會支持跟合作 我相信任何的成功的施政跟有感的政績都是行政跟立法部門攜手合作共同完成的 所以最後我要再一次的重申 誠意溝通 人民優先 這個理念跟做法 就是未來新團隊最中心的思想 只要我們能夠攜手合作 團結在一起 而且行政立法部門能夠緊密的結合 人民會看到一個嶄新的希望 我更堅信 只要我們實時以福國立民為第一 處處以和平繁榮為紀念 中華民國台灣會是一個更公平更安全文明的國家 謝謝大家 謝謝卓院長要請您留步 因為今天歷史一刻要邀請未來的總統 兩位一起來進行大合照 剛剛院長特別提到誠意溝通 人民優先 這已經揭示了未來工作很重要的方向 我們請工作人員先協助把講台給撤離 方便大家能夠有更好的構圖 也往這個舞台正中央靠攏 好我們看一下正前方 剛剛致辭的時候 賴總統特別有提到 過去兩位都在行政團隊 一位是行政院長一位是秘書長 那未來一位是總統一位是行政院長相信已經有絕佳工作默契 好一起握握手看向正前方 這以上之未來兩位攜手領航 AI團隊行動創新內閣 好我們先看向前面的平面媒體朋友們 好正前方這裡我們在第二排第三排 我們的平面記者 好再看向往後一點 在高架台上我們的電子 今天我們的電子記者們也一起與會 看向再更後排一點 是的 各位記者們大家都有獲取了好鏡頭嗎 好我們看向在右手邊這邊 有我們的轉播鏡頭 好兩位手切手 新手領航AI團隊行動創新內閣 謝謝我們結束兩位的合照之後 賴總統由於稍後仍然有行程 必須要先離場